十大封号五帝之一 爵士虎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云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红月城外不知何处 漆黑的夜空中光芒闪动 软红玉等女眷和李云霄一并被传送了出来 所有人都是气喘吁吁 就连李云霄也是脸色发白 但却是内心重重的松了口气 开始他也没有半分把握 打算勤急之时就将所有人收入戒成碑 但情况比预计的要好得多 多谢云霄公子相救 软红玉上前来汗手泄道 李云霄哪里敢当 急忙说道 最后关头 有高人出手 这才顺利的逃出 否则怕是我也难逃 软红玉眼神微微一动 轻一道 高手 李云霄当即将红军焕被砸入地下说了一遍 能够在无声无息当中出手砸落红军焕 并且震慑的傅怡春不敢动 甚至再没有其他追兵 夫人可猜得出此人是谁 软红玉沉吟了一阵说道 现在整个红月城局势复杂 我也不能断定是谁 但有此能力者定然是屈指可数 李云霄道 即便红月城一主 夫人又何须出逃 难道偌大的红月城 还没有夫人容身之地 软红玉心中触动 惨然一笑 在月色下背显凄凉 李云霄暗暗责备自己多嘴了 不该问起这种令人伤心之事 江若冰恨恨地说道 唐庆那老畜生 要我母亲大人公开表态 支持他当城主 我母亲不肯 他便派人来威逼利用 甚至拿我和姐姐的生命做威胁 我母亲大人不堪淫威 这才想起带着我们逃走 今夜若非云霄大哥来到 怕是又被他们抓回去了 李云霄皱起了眉头 寒声说道 难道夫人在红月城 还找不到庇护之人 软红玉叹道 此事不想再提 红月城已是往事 我既已逃出 就成局外人了 江若梅悠悠地说道 母亲大人 真的能把自己当局外人吗 他抬起大眼睛 看了李云霄一眼说道 现在红月城的局势暗潮涌动 纷纷拉帮结派 谁也不清楚 谁是朋友 谁是敌人 而母亲大人 也不愿意 看着有人为他和唐庆起冲突 毕竟唐庆现在如日中天 一旦有人表现不满 力遭杀身之祸 软红玉惨然道 即便有心入局 又哪有这个实力 他朝李云霄说道 我们孤儿寡母的 即将前往北域玉禅宗 求个安身之所 不知云霄公子有何打算 李云霄道 我没什么打算 但暂时还想留在东域 我送你们去往附近的传送城池吧 也好 软红玉轻硬了一声 他随手一扔 一座粉色的飞行玄器浮现在空中 众人都是逐一上去 李云霄取出一个星盘来 定了一下方向 不由的皱了一下眉头 这最近的一个城池 正是那取了他冷箭冰霜的老者 所在的坐标 粉色的战舰在皎洁的月光下飞速前行 经过连夜一战 所有人的情绪也从悲痛之中缓了过来 只不过 所有人都是沉默不语 不愿说话 全都静静的望着这无尽的夜色 不知何时是黎明 最近的城池叫做风陵城 也是冬域的主城之一 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存在 并且拥有跨域的传送大阵 并非所有主城都能跨域传送 毕竟需要的资源极其庞大 每一次跨域传送的成本极高 所以在整个冬域 除了红月城拥有两座外 就只有四大城池才有 而风陵城正是其中之一 在城池之外 软红域收起了飞行玄器 说道 不要太过招摇了 这里毕竟是冬域 还在红月城的掌控下 众人装作普通舞者家眷的样子 虽然引来了不少目光 但还是顺利通过了检查 江若斌款款地说道 云霄大哥 保重 李云霄强笑道 你也保重 诸位 都保重 众人再无别话可说 软红域盗窃后 便与一众女眷上了传送阵 朱经义也挤了上去 一个人就占了快一半的空间了 他不断挥手道 云霄大哥 保重 李云霄强笑着挥手道 保重 传送之光亮起 众人在他眼前渐渐消失 那笑容也僵硬了起来 缓缓放下 喂 走了 走了 别等到 负责传送的阿贤 大声喝了起来 狠狠地瞪了李云霄一眼 他对眼前这名男子能够认识那么多气质不凡的美女而感到心生愤怒 所以语气中也没有什么客气 但突然他的声音猛地卡在喉咙里 一股恐惧之意在内心蔓延 眼前这名男子的脸色刚才还是一片人畜无害笑咪咪的表情 此刻望去却如同一汪古井深不见底 阿贤的脑海中突然有了一种恍惚 任将眼睛睁大都渐渐地看不清此人的面容 不仅如此 就连脑海之中先前的印象也在逐渐地消失 完全想不起这男子长什么模样了 他心中暗叫要糟 直到遇上强者了 在枫林城混了这么久 各式各样的人物也都见过 阿贤急忙将头低了下去 不敢再直视那人 果然一阵后他才抬起头来 那名男子已经在人群中走远 阿贤重重地松了口气 身上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的同行便有看走眼得罪了强者而被杀的情况 他们这一行可是高风险行业 他望着那人离去的方向不觉地皱起了眉头来 自语道 那个方向难道他是去绿家 绿家乃是封林城的王族 说一不二拥有至高权力 整个封林城家族不少 但都是依附于绿家而生存的 管他呢 这样的人物不是我能惹得起的 阿贤嘟囔了几下后 就开始维护其传送秩序来 突然远处一架飞行玄器急驰而来 上面站着一名舞者 随后扔下了一张画轴 喝道 红月城传来最新通缉令 严查上面所画之人 若是有看见者及时阻拦并且上报 那名舞者扔下画卷后 就化作一道光芒而去 那画卷正好落在了阿贤的手中 他展开来看 上面画着一名清秀的少年男子 俊朗飘逸 咦 此人的面相为何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似乎在哪里见过 阿贤苦思冥想起来 确实怎么都想不起来 李云霄送走软红玉母女后 整个脸色都阴沉了下来 心中如同压了一块巨石 他现在的实力实在太弱 根本无法承诺什么 在那一刻一切都无需多言 他终要有一天 要将这些人带回红月城 将他们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 此刻他正朝着那先前感应的坐标而去 先帮那老者炼制奇妙的玄器 取回冷箭冰霜 墓地坐标就在城内的一片树林中 李云霄飞射而下 很快看到前方有一片真空地带 鸟鸟青烟冒起 一座巨大的丹炉正在运转 旁边坐着两名老者 其中一人正是给他抱圆果的那位 李云霄看了一眼那丹炉 知道是在炼制丹药 而且是八阶的高品丹药 那名老者余光 一下子就撇到了李云霄 眼中闪过异色 身躯微微一动 说道 云霄大人 你终于来了 李云霄眉头一皱 你认识我 那老者苦笑道 当时不知 后来岂能不知 想不到明良天下的云霄大人 竟然也是九阶大树脸师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李云霄道 我来了 你准备的材料可齐全 老者道 材料齐了 先不忙 我这位朋友 在炼制龟蛇子玉丹 就快要出炉了 李云霄点了点头 便直接在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 盘腿打坐起来 老者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同时也不由得按赞起来 任何一名天才的背后 都有别人看不到的无数勤奋的汗水 李云霄现在急于提升实力 但跨入五地之后 前方道路所需要的灵气 似乎成了一个无底深渊 这段时间来 无论他如何吸收灵气 都感觉到是沧海一速 想要往前跨街 难如登天 但是武道意图 没有捷径 修为的提升 必须是无数基础功 累积叠加起来的 而且他一路以来 都没有任何关卡 已经比所有人快速的多了 只是肉身和灵魂也在同修 导致那灵气的需求 无比恐怖 老者和那名炼丹的数炼师眼中 都是露出了惊讶之色 只见树林中的灵气 隐隐之中 形成了一条无形的长龙 往李云霄身上灌入而去 而李云霄的周身 不时有五色光芒 点点汇聚而入 竟然是地水火风等元素之力 两人都是互望了一眼 骇然万分 无论是那种吸收灵气的速度 还是这种对元素的亲和力 都是异常恐怖的程度 两人眼中的震撼 渐渐的转为凝重 那名数炼师更是差点心神失守 丹炉上发出紊乱的霞光 那数炼师吓出了一声冷汗 现在已经是宁丹的最后阶段了 他急忙定了一下心神 开始专心炼制起来 他乃是八阶巅峰的大数炼师 对于炼制龟蛇子玉丹 是得心应手 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很快那暴乱的气息 立即稳定了下来 一道道彩色的光芒冲出 炉内传来如同 白水沸腾般的声音 终于丹成 两个人互相望了一眼 老者这才朝着李云霄说道 云霄大人 丹已炼成 嗯 就是这一道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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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